哇,因為我們已經產生的,那如果下一次你又有新的資料,然後你要把舊的刪掉,再重新篩選出業務的話,所以你要第一步要怎麼刪,那刪的過程,刪的當然我剛剛有講過嘛,其實就是一個回圈,對不對,for i等於的話,等於第二個到shoulds.com,就是shoulds總共有幾個,那nest,但是條件你要先判斷啊,前提是怎麼樣呢,如果你這邊已經shoulds.com的已經 已經是1的話,那你要不要刪,就不用刪啊,如果已經都刪掉了,就不用刪,所以呢,你在刪除之前要做什麼,先做判斷,判斷什麼呢,判斷如果什麼呢,如果那個shoulds,shoulds工作表的總數,shoulds.com,大於1的話,才要去做刪除,不然就不用刪了嘛,對不對,then,然後enter兩下,記得先把 結構先打出來,and if,反正一定有那個if就會有then,一定會有and if,反正基本架構,再來的話,按一個tab,然後呢,那3的範圍就是for,什麼,for i等於2到總數嘛,shoulds,所以這邊的話,你就打一個shoulds.com,其實你會發現,shoulds.com自動會跳出來,enter,enter,nest,對不對,接下來怎麼刪呢, 接下來就是按一個tab,然後3的話就是,把shoulds.com,刮鬍i,刮鬍i就第幾個意思,點delete 哦,這樣delete掉嘛,前面因為為了避免什麼呢,不要跳出那個訊息,哎,要不要刪除,要不要刪除,所以怎麼樣呢,我們可以把它前面加一個application 點,點什麼呢,displace alone,dis,displace alone,等於什麼呢,先false掉,然後呢,再到底下怎麼樣呢,再到底下,把它等於什麼呢,等於true,再讓它顯示出來,不然它會一直跳,哎,要不要刪除,要不要刪除,要不要刪除, 注意哦,這個地方齁,程式看起來沒錯,可是實際上是有錯的,哪裡有錯呢,我們實際上來看一下,按一個8 它有沒有大於,現在有7個,所以大於1對不對,然後跳進來,for i等於2到shoulds.com,對,所以呢,進來,然後不要顯示那個,要不要刪除,然後就delete i,那i現在等於2,所以把第二個刪掉 我已經開始了,我已經開始了,我已經開始了